为了让生命走到最后的病人在家有尊严的走完最后一程 新北市从7月1号要开全国之先 推出社区安宁照护 由医护人员定期到生命末期患者的家中提供相关的照护 像是基辛安地区有九成的民众都可以接受癌末病人在家临终 家属可以充分准备后事 现在很多医院都设有安宁照护病房 让生命末期的患者可以在这边获得最好的医疗照顾 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但是如果可以 像在新北市金山这边高达九成生命末期的患者想回家 只是对于患者家属来说 心中最害怕的是照顾不好 他那个心理的负担是相当的大 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无助感 那如果有一个医疗团队 然后呢给予他们这个咨询也好 或是给病人实质的照顾也好 真的家属会安心很难 因为社区环境的关系 新北市台大金山医院早就在做社区安宁照护 而现在新北市决定全面实施 从7月1号开始让生命末期的患者可以回家休养 再由医护人员定期到辅提供相关医疗照顾 甚至临终准备 患者家属只要负担医疗人员了来回车资 其他的市政府负担 就希望能够完成患者的最后心愿 也可以减轻家属的负担